最近这些年,功夫动作电影和电视剧越来越多,许多功夫明星为观众奉献出一场场精彩的打戏,但随着动作影视作品的热播, 也有许多观众对大荧幕中那些舞蹈明星的舞台动作表示质疑,认为他们是依靠特技或花拳修腿,中看不中用,但实际上,我和我大部分的动作居心,武术功底相当良好。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小龙,李小龙虽然是美籍华裔,但却为皇种人,为中国人正名,他将功夫这个单词带向全世界,李小龙在竞争激烈的美国打下了一片天荡,并拍出了许多快职人口的作品。 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李小龙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真功夫,里面的反派和正派都是现实中著名的武术冠军,李小龙甚至会在拍摄过程中与对手进行实战切磋,临场发挥。 因此,李小龙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,即使是泰森也表示李小龙是自己的偶像,不管是功夫,还是对人生的理解,李小龙都值得自己学习。 那么,除了李小龙,中国另一位姓李的功夫巨星,也就是李连杰,他的武功到底如何呢? 李连杰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虽然不及李小龙,但也足以称为中国功夫巨星的代表之一,他出演了多部知名的功夫动作影片。 除少林寺,黄飞红张三丰,等,在李连杰的那个时代,无数人将他奉了偶像,很多人因为李连杰而到少林寺去学武,但李连杰毕竟不像李小龙一样,有着许多实战作为支撑。 李连杰的功夫大多展示在带荧幕上,因此许多人也对他的功夫表示怀疑,趁李连杰的功夫不过是花拳绣腿。 但中国一位将军对李连杰的评价,这位李连杰证明,他就是中国海国将军。 许世友,提起许世友,可谓家喻顾小,许世友在中国多位将军之中,恐怕是武术功底最扎实的一位了。 许世友将军出身河南,当时战乱频发,栽荒严重,百姓流离失所,因此年幼恶的许世友,也跟着父母颠飞流离,为了能够生存下去。 许世友将军给一位武术师傅当杂役,并学习一些功夫架子,后来,许世友来到少林寺,他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少林寺武术,功夫很高,之后他为新中国立下汉马功劳,而就是这位有着真功夫的许世友将军,却对李连杰有着高度的评价。 当少林寺这波之后,许世友一眼辨认出了主角是李连杰,他对身边人说道,这个小伙子我以前见过,那时候还是一个孩子,现在看来,武术基础还是麻扎实的吗? 许世友将军是一个直脾气,说话出了名的难听,能得到他这样的评价,足以说明,李连杰的功夫还是极其扎实的。 除了许世友,记者也曾提问过许多功夫明星,竹针子丹,成龙大哥等人,问他们觉得哪个功夫明星最能达,他们都一口同声地达到是李连杰。 李连杰也获得了多件武术比赛的冠军,这些比赛的行件量很高,不是,能够依靠花拳修腿就能打败对手的。 而且有消息称,李连杰曾经遭到树明杰被抢劫,这些人手持凶器,身材高大,但李连杰空手就将他们打败,因此李连杰的实战能力,应该也是极强的,受到这么多人的赞誉。 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开国将军的高度评价,足以说明李连杰是有真功夫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